兔妹妹,这个是中考分数跑酷,敢不敢和我比一比,谁考的多的? 有什么不敢的,我兔子可是学霸,就我这样的三好学生,那肯定是分分钟就能考满飞 咦,你是什么牌子的塑料袋,怎么这么能装? 气,一会儿你就瞧好吧 哎呀,你怎么才考了十飞就掉下去了,就你这还学霸,我看学渣还差不多 刚刚我那是热身啊 你可拉倒吧,等一下还是让你看看我的成绩吧 这边刚开始直接自动跳跃就可以 想当初我的数学成绩每次都是排我每班前三的 是吗,那为什么每次考试你都会被叫家长啊? 我看排倒数第三还差不多 滚滚滚 这边再接着55分全部都是加速方块 就这样,看我直接一口气冲过去 糟糕,这上面怎么有点不太好控制啊? 兔妹妹,你也太拉了吧,这么简单你都能掉下去 一会儿还是让你看我的吧 糟 切,你是让我看你怎么掉下去的吗? 咳咳,刚刚那是因为表弟在碰我鼠标 嘿嘿,千总考到130分 玻璃的跑酷只需要利用背石脚就不会掉下去 对了,伙伴,你们都考完试了吗? 考完试的帮小米点个赞赞,让我看一下有多少人 可恶,地图连个加速烤机都没有 这么远的距离,谁能跳得过去啊? 且,人不行就不要怪路不平 这边205分的跑酷,看我左边上按着潜行一口气冲过去 嘿嘿,这关卡也太简单了吧 按照这种情况,那还不是轻轻松松就考满分750分了? 哼,少在这边吹牛啦 你要是能考满分,我就给大家表演用鼻子吃辣条 这可是你说的,一会儿你就等着对线承诺吧 320分的电路关卡也不怕 只需要不停跑,就根本掉不下去 然后先逛这边的跑酷,那还不是游手就行 嘿嘿,看到没 轻松考到480分 小兔子,要不要我等等你啊? 浅,根本不需要 这边520分的第一次跑酷 只要不踩到改压板,就不会被扎到 不管了,看我冲就完了 650分的门动关卡 接着按着潜行一步一步的跳过去 嘿嘿,前面就是满分了 兔妹妹,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700分的传动方块跑酷,需要一口气冲过去才行 糟糕,这传动方块的距离太远,有点不太好操作啊 哎呀,这不是臭小迷吗?你怎么还卡关了?不好意思,我先走一步咯 我去,兔妹妹,你居然作弊用火箭背包,也太不讲究了吧 刚刚你又没说游戏规则 哦耶,轻松考到满分750分,这也太容易了吧 下面考官公布兔妹妹因考试作弊,取消考试资格,所有科目成绩全部归零 什么?我也太难了吧 哦耶,终于考到750分了 伙伴,你们千万不要学兔妹妹作弊哦 不然将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